系指综合的运动场使用率高 中间还有踢足球的场地 不过时间依旧球网破损不堪 另外草地里还有小碎石成了踢球的障碍 以后下午医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改善 下午时间不少人来运动场见走 跑步运动到了晚上人更多 如何让休闲运动环境更安全 医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除了照明不足之外 最重要的是中间的足球场地 现有草皮不但有许多的小石块 球网也破得严重 一些民众跟我们议员反映说 中间他们的足球场包括现在的球网都已经破损 没有办法使用了 包括我们靠近秀丰路的照明也比较 跟其他区域来比也明显比较不足 希望加强 包括我们足球场地也多少有一些坑洞 或者是测量的基准点的那一块石块 也明显的涂露出来了 会影响到我们踢足球的时候的安全 有关于足球网的部分呢 因为就是使用过久 然后有一点破损的状况 那为了因应民众的需求 然后所以我们将会尽速办理修缮 然后另外呢周边的照明的部分呢 靠近秀丰路那一侧呢 也有民众反映说亮灯光亮度不够的部分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会再请厂商评估说 那一侧的亮度的部分再予以调整 因为使用一九两边的足球网都破了 为了安全也有用是带围着 另外就是在草皮上也发现有不少小石块 尤其是靠近要踢球得分的球网前 因为周边的草皮都凸了 露出这个测量基准点 突出物对踢足球来说很危险 能够做的包括我们的球网的改善 以及我们的照明这种转时间 可以完成了尽快来完成 那当然场地的部分 那个基准点的这个调整 我们也请金剑客赶快请厂商来看 是不是可以把它调降 或者是把它移除 避免我们在踢足球之后受伤 那整块的这个草地的维护 金剑客预计在明年初的时候 那会进行一个这个暂时的保养 那时候到时候可能会 这个禁止使用大概一两个月 让我们的草皮能够修养生息 让我们到时候在使用的时候 能够更舒适安全 目前能做的就是将破损严重的球网进行更新 至于草皮则是预计明年初进行整体养护 让民众的运动休闲环境更安全 就从惠林细子采访报道